10月1的浦东机场 怎么可能是这种情况 谁也没有想到 今天是10月1 晚上的一点钟 浦东机场依旧很热闹 海天三路161个车 什么概念 大家都失算了 包括我也是一样的 以前的11之前 会有很多很多的航班降落 很多很多的旅客来上海 过这个10月1 今年看从热力图来看 貌似这些旅客 对上海已经失去了兴趣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 所以导致着大家都失算了 都看在这里出不去 有的可能已经空放回家了 洗洗睡了 兄弟还会问 上海的网约车还能不能干 一天能跑多少钱 兄弟啊 这个行情没有任何人有能力 能预判了 这个实话是讲的 你打个比方说就像今天一样 预判浦东机场有单 结果来了两个字 两两 所以我也是无话可讲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拜拜 记录一下 我现在在浦东机场呢 现在8点钟 看一下9小时能接走的 现在已经11点了 我还在浦东机场呢 今天不知道几点能出去了 现在出来我想看一下 我这里要交多少钱 三四五啊 将近六个小时 没有接走带 现在已经是夜里 快一点 我8点钟 到整年11点钟 没有接走带 现在浦出来了 长假后 全国各地捷报频传 股市暴涨 旅客量超过口罩钱 消费场所也是 各地欣欣向荣 视频是长假前拍的 这是在摩都的外滩员 这里是放假吗 居然能成功避开所有人 新闻中的繁荣和现实中的萧条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就像刀狼歌里唱的一样 他们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 所有的数据上涨 估计只有暴涨的蔬菜价格 你是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 上海的恒隆广场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那可是出了名的奢侈品聚集地啊 不过最近有网友爆料说 那里面的商场居然变得冷冷清清了 好多店铺都关门大吉了 像什么Gucci Prada Cartier Dior 这些以前超火的牌子 现在都没啥人了 就连那些国际大牌的旗舰店 生意也大不如前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经济不景气 还是大家的消费观念变了 上海浦东机场相比往年冷清了很多 网渔车等了四五个小时 也等不到一单生意 钱真的太难赚了 985毕业 50岁失业了 还有房贷和两个孩子 真的太难了 要怎样活下去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曙光时分 浦东机场的冷清与外贪源的萧条 无疑引发了许多人对上海经济现状的担忧 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上海的活力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联系的重要象征 然而 如今的浦东机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 深夜依旧喧闹的场面中 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车队长达161辆 旅客却寥寥无几 这种情况与往年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的国庆假期形成了鲜明对比 仿佛预示着上海的经济正在经历某种不寻常的转变 外贪源 这个曾经吸引无数游客和本地居民打卡的地标 也陷入了类似的萧条景象 平日里摩金接踵的游客不见了踪影 空荡的街道和寂静的夜晚 让人不禁怀疑 上海这个曾经的经济重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活力逐渐消失 经济中的重要指标 比如国际航班的数量 游客的消费热情 商业街区的繁荣似乎都在下降 曾经繁华的场景正在慢慢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忽视的空虚感 更让人忧心的是 这不仅仅是某个时间段的偶发现象 从数据和实际情况来看 上海的国际吸引力和经济活力似乎正在走下坡路 游客对上海失去兴趣 消费需求减少 导致经济活力减弱 浦东机场和外滩员冷清的背后 是整个城市经济氛围的变化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环境面临挑战的背景下 这种变化显得格外突出 这一系列迹象 无疑让人们对上海经济的未来充满了忧虑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城市 一直是全球资本和人才的急剧地 然而现在这种急剧力和吸引力正在减弱 如果这种冷清的状态持续下去 将不仅仅影响到旅游业和消费市场 更会波及上海的整个经济结构 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的投资意愿 民众的消费信心都会因此受到影响 进而导致长期的经济放缓 上海的经济表现 与中国整体经济息息相关 它的冷清直接折射出 当前中国经济中潜藏的问题 疫情的影响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贸易摩擦以及消费市场的低迷 都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和经济提振措施 上海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挑战 这不仅仅是某些景点的游客减少问题 它是整个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向的警示 上海必须重新审视 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定位 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吸引投资 促进消费 并重振其国际影响力 否则 冷清的机场和萧条的外滩 或许会成为上海经济衰退的象征 总之 浦东机场和外滩员的萧条现象 不仅让人感到失望 更是对上海经济未来的警示 这个曾经意义生辉的国际都市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重新找回活力 如何让上海重新成为全球经济中的焦点 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场经济困境不仅仅关乎上海 也关乎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向 上海的现状说出来可能很多人还不信 我是在上海中收房业务的 接触了太多人了 我看到是上海很多大的公司都在财源降薪 小公司在亏损破产的边缘徘徊 很多人看上去光鲜亮丽 实际上 口袋比脸还干净 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吃饭 他说他和他老公准备离开上海了 去别的城市发展 我很惊讶 我说你们在上海都已经十多年了 去别的城市能习惯吗 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他们家出去逛个商场 连消费都不敢消费 一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房贷 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了 这两年工资没有涨 反而还降了 就这样还整天担心会不会被裁员 焦虑到不行 网上那些人均说什么存款 十几万的数据 其实都是被平均掉的 很多人都在勉强地过生活 这就是上海当下很多人真实的情况 50岁左右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我老公985说是毕业 失业快三个月了 我们家房贷每个月7000元 我们是户票夫妻 两个孩子上学 每月需要2000元 现在的生活基本是靠我一个人艰难支撑 失业后老公在老家 陪伴生病的公共婆婆 现在他们病情稳定 老公也一直在找工作 发出的简历都是石沉大海 真的是能力问题吗 还是年龄问题 过了50就被淘汰了吗 现在他想了三个办法 大家帮我们看一下怎么选 第一去开滴滴 我们家的车已经超过十年了 还要换新车 这个行业收入不稳定 让人心里没底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基本生活费用 第二去创业 学习开个网店 我们了解了一下 现在各个平台竞争都很激烈 他跨行业创业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学习 起步资金也要三到五万 我觉得虽然投资不高 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 没有一点抗风险能力 不能盲目投资 第三就是朋友介绍的做销售 起初工资不高 这个工作虽然稳定些 但收入前景不明朗 面对这三个办法 我们真的很迷茫 如果你是我们会怎么选择呢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和经验 给我们一些建议 在这个事件中 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困境 更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 特别是对于中年人而言 职业选择正变得越来越有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曾经创造了许多机会 但如今这些机会在不断减少 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 首先 50岁左右的中年人 在职场上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是 年龄歧视 公司更倾向于招聘年轻人 认为他们具备更多的活力和适应能力 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 而对于那些曾经受过高等教育 有丰富经验的人来说 这种状况尤为令人沮丧 简历投出去却没有回应 这不仅仅是个案 而是当前就业市场的普遍现象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企业为了控制成本 更倾向于精简人员和削减开支 进一步压缩了就业机会 其次 向他考虑的几个职业选项 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 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开滴滴这样的工作看似灵活 但收入难以稳定 尤其是随着市场饱和 供需不平衡加剧 而网店创业虽然门槛相对较低 但竞争异常激烈 且中国消费疲软 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人商户 正在面临巨大生存压力 销售工作曾被视为一种较为稳定的选择 但现在这个行业的收入前景也不再明朗 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 各行业的销售增长普遍乏力 依靠销售提成的收入模式 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的下滑 已经开始影响到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不仅仅是年轻人面临就业压力 中年人也被推向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境地 他们既要承担房贷 养家等重负 又无法在职场中找到 与自身经验和能力匹配的机会 综上所述 这位50岁左右失业的中年人面对的困境 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一个缩影 经济增长的放缓 企业缩减成本 以及对中年劳动力的需求下降 都是导致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的加速崩溃 不仅影响了宏观层面的发展 更在微观层面打击了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 而是在教育中间的发展 对中年人的头发展 都让你养成本 对中年人的发展 对中年人的发展 有点影响了